我先教动态散步图 请问一下我们这边有多少个子类别 那我就用卡片 例如说增加一张新的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子类别 子类别用卡片 我的卡片在这里 然后勾选子类别 请把子类别改成技术相议 我总共有17个 我总共有17个子类别 好 这17个子类别 我想要针对它来画 去看它各年的表现 各年的表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去做 这17个子类别 产品的销售利润散步图 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散步图在这里 怎么去做 首先我的详细资料 要勾选子类别 所以点选子类别 它就自动放到详细资料 然后接下来再勾销售额 销售额 它就放在X轴 再勾利润 因为散步图就是要两个 你有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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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点 这样子的点 我觉得不太清楚 因为都是一样的点 所以我希望把点变成不一样的颜色 怎么把点变成不一样颜色 当然就是指类别 在详细资料里面拖曳到图利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有很清楚的这些点 但是不够大 所以我们是不是希望把这些点稍微变大一点 让它知道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销售额跟利润 它还是存在一个黄金法则 就是这一个趋势线 有看到吗 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在画那个 各客户的销售跟利润的关系 是不是看到它的趋势线 是由左下到右上的成长 现在呢 我们去画的是 各类别产品 它是不是黄金法则也是这样子 它不会因为相同的现象 不会因为你换了资料 它就不存在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把这些点稍微放大一点 怎么做呢 好 所以这个地方用格式 请问哪一个可以把这些点变大一点 是在一般图例还是X轴 图例啊 刚刚我是不是把详细资料 就是把那个纸产品放 从详细资料搬到图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图例 有没有看到 对不起 图例是改这一个 那我们应该要点一般吧 也不是图案 对图案 来请把点稍微变大一点 请把点变大一点 这是方便我们来去检视 好 因为等一下我要它动起来 动起来可以了解 这大处去分解我第一个看到的图 就是它是会动 它会动 好 为什么要看它会动 就是要看它的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好 那我们 我们请点回去 这个栏位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这边 有一个叫做 播放轴有看到吗 在栏位 栏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播放轴 播放轴的特色一定要放连续的资料 就是这个影片 影片要播放 它一定要第一张到第二张到第三张第四张一定是这样子的底片放进去好 那相对的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连续性的资料 就把日期 订单日期 搬到播放轴 然后请把订单日期 改一下 请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好 请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不然它就一天一天跑了 你要知道这里面有1万笔资料 哇 它要跑多久 记得要把订单 播放轴里面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它现在就只有跑2013 跑到2014 跑到2015 跑到2016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四次总统大选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四次做成一个动态图 去看什么 例如说国民党的校长 然后各县市得票的校长 再来跑民进党 这都是可以把它做成动态图 好 你现在去播放一下 你看到什么 反正就看到很多点在那边动来动去 对不对 我建议你们应该要点一下最右上角的这个点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从这个点跑到这个点 再跑到这个点 再跑到那个点 它是不是服从我们公司的黄金法则 当销售越来越多的时候 利润是不是越来越高 你就只要点它就好了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条趋势线 对不对 这条趋势线 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书架 书架有看到吗 它从这个地方成长到这边 再成长到这边 再成长到这边 那什么叫行为模式 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一年 这一年 2013到2014 大幅的成长 可是2014到2015 是不是表现得不是很好 只有成长一点点 好 再接下来2015到2016 是不是成长很多 这就是它的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去看一件事情 你不是只看某一个点 你看的是它的一个过程 那请问一下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是不是表现得很不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2013年在这边 2014年在这边 2015年也在这边 就已经告诉你 如果你用趋势线 这个桌子早在2013年 就应该要淘汰掉了 对不对 还会没有2016年这一出戏给你看 就不会啦 如果你用趋势线分析 你是不是就可以 及早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是不是就应该要 直接在这边 赶快 例如说 送别人都好 至少在这边 你看 亏多少钱 还卖出去 卖出去 亏这么多钱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们说 对不对 然后 控制线按住 来去比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然后你这样去说明给老板听 他是不是会觉得 对 你现在做的分析 你现在做的分析 我们更应该要来去看一下 这个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线外的东西 例如说 收纳锯 收纳锯你觉得好不好 收纳锯是不是在线之外 它是在线上 在趋势线的上面 所以 它的表现好不好 它表现好哦 它销售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利润是很高的 所以继续保留 接下来你觉得要看哪一个项目 接下来你觉得哪一个产品是很不好的 哪一个项目 桌子当然很不好 桌子已经告诉你了 它真的是非常不好 接下来你要看哪一个在线以外 器具 对不对 器具 它已经利润大幅下降 所以我们值不值得来去看 它的这几年的平均表现 它的行为模式 值得吗 好 请点它 请问你觉得它表现好不好 它是不是往右上跑 不是耶 它是平平的往右边跑 请问平平的往右边跑是什么 增加销售额 但利润没有增加 这样好不好 这样理解现在所看到的这张图吗 它从2015年就应该要去做调整了 不可以再给它这么多的销售额了 对吧 结果2016年是更多的销售额 但是利润有增加了一点点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那请问一下 这样子往左上脚跑好不好 往左上脚跑 它是更加接近这条线 这是好事 这代表什么 利润增加 可是它到这一年 其实是很糟糕的 也就是真正在 应该要处理的是在2015年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些其实是很重要 再用趋势线 用这条趋势线来去做 只要在线以上的跟线下的 我们都应该要去看一下 尤其是像收纳锯它是表现好的 那器具是表现不好的 其他产品我觉得 都还是维持在这条趋势线上 但是那个影印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在稍微偏下面一点点 当然没有那个器具来的招 可是影印机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 影印机2015年之前表现都很正常 因为它是不是往右上跑 没错 可是2016年 请问你 它的问题点是销售额还是利润 利润 利润是直接往下降 可以吗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从这张图里面 然后来去说明 说明这件事情 然后讲解给老板听 我跟你讲 这是老板非常想要知道的 也就是说 他现在希望说 你可以帮他判断出来说 哪些产品其实应该要下架的 哪些产品应该要增加设备 生产线 然后来去增加产量的 对不对 然后做出这些绝病 那你需要借由大数据分析 这个工具来去做 好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这边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就是 纸产品 纸产品的销售行为模式 销售利润 行为模式 好 那我先稍微把它储存起来 以免忘记了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刚做完这个项目图 我们再花点时间来去看地理分析好了 地理分析 什么叫地理分析呢 地理分析 通常我们想要知道说 这家店到另外一家店 距离有没有太近 然后我们需不需要去扩店 或者是他的业绩是怎么样 好 在各地区的表现 可是当我们今天要呈现这样子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想去看各两间店之间的距离 有没有影响到销售 这件事情我们会希望做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在这边是有看到地图 还有区域分布图 我们就只讲地图 水点地图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位置 位置 位置你觉得最适合放的是县市名 或者是城市 好 所以假如说我现在我放的是城市 你有没有发现 居然在这边还有一个点 叫淡水 他为什么不画到台湾 反正就是他把大陆的 就是有色超市的这些点全部描绘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放到中间 放大一点来去观看 好 这边是不是有几个是城市 就是大陆有的地名 跟日本有的地名是一样的 所以他才会重复画到日本地区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这样子的资料就是 他只是描绘出来 这个城市在什么地理位置上 他只剩下做了这件事 可是通常我们要去做的是说 我想知道各城市的销售 各城市的利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只要把利润放到直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大小 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勾选 把利润放到大小这个地方 好 稍微放大 其实这样子看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太多点了 越多的点 其实给老板去看 其实是越大的负担 所以建议我们取一个值 把一些点先过滤掉 例如说 大于10万利润的 我再呈现出来 好不好 因为这边那么多点 如果说我们今天 做某种程度的筛选 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 否则那些小点都存在在这个地方 所以把筛选里面这个利润 利润我要显示的利润是大于一万 一零零零零零 一后面接四个零 你看这样是不是资料就少很多了 所以这张图 这张图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这边有一个上海 上海的利润 还有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天津 北京 这边有两个广州深圳 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圈圈的大小来去看到 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两个圈圈蛮大的 而且它是有重叠在一起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考虑增加 再多设一个点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能看到这个点都比较大 所以其实可以在上海这边 再扩增第二个点 那如果说像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到处都是空荡荡的 其实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今天有这个群聚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去扩散式的经营 这就是地理分析 那地理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用 这边还有图例 图例可不可以应用进来 当然可以 例如说 我们把那个地区搬到图例 它就会用不同的颜色别呈现了 不同的颜色别 像例如说 这个应该是属于华东地区 这一块都是华东地区 所以你就去算 哪一个地区的点最多 好 那应该看起来 这边 可能还是华东地区 还是沿海地区的点会比较多一点 意思就是代表说 这个地区 利润 超过一万的城市 是比较多的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 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分析 最后可能只能讲五分钟 我们讲一下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 什么叫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 比如说 我们这个 这么多的因素 这么多个栏位 哪一个栏位是最 跟 例如说利润最有关系的 有听到 关键 只要是 你看我这边那么多项目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 因为这个资料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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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关键影响因素 还蛮好懂的 可是例如说 好了 胜选 的关键影响因素 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 我也不用在这边教书了 我就赶快去跟那些政客讲了 对不对 我就变国师了 听得懂吗 好 真的可以用大数据来去做这些事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个资料还蛮少的 因为 你去看 第一个 分析 分析我可以放什么 老板最关键的是不是利润 所以我就去分析利润 没问题哦 分析利润 好 那对他有影响最多 会增加利润的分析 或者是减少利润的分析 这是不是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要把它分析出来 所以 这边有看到 说明依据 说明依据知道是什么意思 说明 就是我要如何去解读这件事 解读利润增加跟利润减少的说明 好 那我可以放什么 请问你觉得什么东西跟利润有关 我们这家公司的标准黄金法则 销售额跟利润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是不是把销售额翻到说明这边 请问一下 你觉得销售数量跟利润有没有关系 可能也有关系吧 反正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把它丢进去 看它分析出来什么样子 好 所以我是不是就把数量也翻到说明依据 可不可以把折扣也翻进去 折扣 搬进去 搬到说明依据 可不可以把 例如说 这个值类别 搬到说明依据 反正你想分析什么你就搬进去 搬到说明 好 请问 反正它都画出这些图了吗 你会不会解释 虽然两个案件就做完了 可是你不懂解释 你不懂画出来图是什么意思 等于根本就不会 同意吗 你可以搬 你可以不会再搬 可不可以把国家搬进 搬到说明 可不可以把那个 产品分类搬到说明 可不可以把那个程式搬到说明 当然可以 反正我就是想要去说明 说明利润增加 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利润增加 然后它就会帮我们算出来这件事 它说 它说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什么影响利润 有什么影响利润 这边是不是有增加 增加还有减少 有看到 好 那我们先看增加的部分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画关键影响名书 会吧 我还是强调 我还是强调讲一件事 理润是老板最关心的 你至少在关键影响名书 你就讲这些专业名称给他听 老板我经过专业的 视觉化分析软体 然后POWER BI 它很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 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 这家公司折扣 折扣 这边有没有看到 折扣为零 在这里 折扣为零 它这边是不是显示 这个折扣为零 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会有看到 一二三四 四个 就是我们折扣会有分 折扣在一折以内 一折到两折 两折到2.5折 2.5折以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有没有看到 它说什么事情 当折扣为零 跟零以下 就是没有打折 没有打折 它会让平均值利润 比所有其他有打折的时候 高出了695.2个单位 就是比较高692 而且这样子的结果 是影响到多少个资料呢 72.26 这句话讲完 你听得懂吗 我换另外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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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政治比较有关系 就是说第一个老人年纪 第二个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就那个玉额津贴 第三个 那个全民有什么前进的来什么什么之类的 听得懂吗 好 反正就是一堆的那个口号在这个地方 然后全民对全民会有发酵会有影响的 占了七成 那请问你这是不是最重要 有听懂哦 然后第二重要是什么 你看这个我再解释一次 点他 他是不是这边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他说他说当销售额超过1521的时候呢 平均利润比其他所有的都高出了 高出了560个单位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 影响了28.7%的资料 就是有这么多28.7%的资料都服从 只要是就是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资料 还有分成那个44以下的 44到多少 反正就是每一个区间 他把它划分一个区间一个区间一个区间 然后他说销售额要是超过 超过1521以上的获利增加最多 就是这家公司不是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说明这件事情 这就是关键影响因素 最有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折扣为零 那请问你如果如果既然我们分析出来结果 折扣为零利润最高 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利润 我们的决策我们的决策一定就是什么 不打折了 对吧 对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你应该把那个该打折扣的人给他折扣 不该打折扣的人不要给他打折扣 这样才是就是算出来的结果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给折扣 然后如果我们要持续保持利润增加就不要给折扣 其实这句话这句话因为我不给折扣 我当然就会利润增加 好这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是我们数据算出来 最佳公司用关键影响因素 他帮我们算出来的 好 所以你自己再去看一下减少 这个每一下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下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那个折扣为零点二五 他的利润利润下降 利润下降 好最多 然后这边当 当什么 类别是桌子的时候 类别是桌子的时候 平均值利润是不是 跟其他减少了一千个单位 对啊 刚桌子是不是在右下的往右下跑 好 OK我们今天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 也把那个类别分析 然后非常重要的ADTest 也大概告诉你 尤其真的上一节课介绍的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去观看 哇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好这是问题 这是我们值得关切的还有跟各位介绍散步散步分析 然后找到趋势趋势就是趋势性就在建立一个关系 像在家公司的关系就是销售越高趋势越高 那还有跟各位介绍行为模式分析 我想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值得你再花时间有机会再回去复习一下 我想今天可能要暂时在这边到一个段落了 你知道说这么多的分析方式 可是有很多分析我们是要透过数学的方式来去呈现 还有你现在只有看到一个档案 当两个档案之间的关联呢 OK这都是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那我想今天暂时先上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谁想要提问问题呢 你先说好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析上面的成绩 这个名称可以在格式里面修改 这个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修改名称吧 我要是没有记错 这个地方好像这个标题吧 这个我记得好像可以改 可是要找一下 这个名称 找一下吧 我记得它是可以修改的 你要改这个吗 销售而语利润什么 什么改一到六的分别 重析一二三四五的分别 那个不重要吧 就是你可以把例如说 重析三的那边就是说最有价值的 哦你说这里面吗 那我觉得你至少可以汇出重画这张图 那就可以做到汇出 可以做汇出这件事 后面同学 很抱歉不行啊 我也觉得这应该可以预设为例如说十二 对不对 他每次预设都是九 这个一直都没有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字九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可是我们是被这个数字 因为大数据他要看的是一个程度的差异 像例如说他要看的是 看的是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去报告 我们就是要报告出来这些数字给别人听 这是也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他这边预设真的就是九 然后一直都没有改 也没有办法固定 Tabril可以 这个Tabril你只要设好模板 他也是后来到2019年 对今年我才看到了 他可以把样板来去做设定 好 所以我想他应该快要修改这件事了 但现在不行 现在没有地方可以设定 我就是要十二指引大小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暂时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然后下次上课是下星期五 对哦 下个星期五 我们一样六点到九点 再进行第二次的课程 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